路口可以看到一辆继承车从外车道回转到钢山区中山北路 继承车开没多久 驾驶突然要右转 结果导致执行骑士散避不及 撞上路边人行道的边坎 机车飞出去 骑士则是喷飞到人行道 另一个镜头看得更清楚 机车喷到路上 骑士摔在人行道后 一度痛得无法起身 23岁王姓骑士 肢体插伤 意识清楚 送医治疗 车祸发生在18号早上8点50分左右 骑士太太将惊险过程po网 表示当时67岁李姓男子开着机程车 疑似没打方向灯 突然偏右才会酿成这起事故 当下司机有停下来 警方初步研判 司机转弯没有注意后车酿货 但详细的造则还要理清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这次是最新的开始 提示了 这是最新的今日观点栏目的